之前是跳了得有四五次了吧 然后都喝少了 昨天格外厉害 就是吸了两三分钟得就跳了 擦着电器开一回 漏电保护器就跳了 卫生间的 跳漏电保护器 不一定是漏电的原因造成的 看这个就不是 不是漏电造成的 它这个不是漏电 它漏保这一次 这个东西一块跳下来 那才是漏电造成的 我还是习惯测一下漏不漏电 零火线对地线 层次开挡 它这个是不漏电的 线路是不漏电的 这个电流16万 16万对于卫生间来说够用 它这种跳 不是漏保跳 是空开跳 那就掐一下电流 噢操了 那是什么原因 电流27万 28万 它一会就跳 27万 都是什么在用电的 除了洗衣机 你把洗衣机拔了我看 洗衣机拔了 拔了 还有 拔了还有20万 那就是智能马桶 还有热水器 你把热水器拔了 应该是拔下来了 热水器拔了还有16万呢 那就是智能马桶吗 智能马桶你拔了 好了 你们在几个卫生间 就这一个 拔了以后还有14万呢 没有再没有用电的地方了 再没有用电的地方了 一共这么近 这不这么热水器还插着电呢 啊没拔下来呢 就是后面就这样 但下来它好像有点变着了 啊在上面变着呢 嗯 关了就行 嗯 不好拔就关了就行 啊在这 好了 没有 好了 没有电流了 妈妈 抬动不 嗯 炸小了 嗯 电炸小了 电器多了 电炸小了 是不是我 我家上我刚换这个洗衣机的事 你单独插这个洗衣机 就行 我看一下多少电流 它这个 单独你单独插这个洗衣机 我看一下多少电流 把洗衣机插上 插上洗衣机以后看一下电流 咱们一般都认为洗衣机用电很小 7安的电流 9安 10安 8安 妈妈 胸不好吗 这洗衣机的 1000多瓦 进2000瓦呀 是 洗衣机功率挺大的 就是电流超了 热水器功率3000瓦 一加热14安左右的电流 嗯 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新换这个洗衣机以后 就出现了跳闸 它的功率 在后边飙着 在后边飙着应该看不到 这样20多安 电炸会发热 电炸发热就会跳闸 它这个换个电炸就好 这样给它换了个新的Lobo 32安的 应该说换25安的也可以 这样给它送上电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怎么来分辨 它是漏电的原因跳的 还是说是下边短路 电流过大的原因跳的 呃 大家注意看这几个漏电保护器 这220的 1P加N的 这是 小2P的 这是2P的漏电保护器 这是3P加N的漏电保护器 这是 这是3P的漏电保护器 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 如果下面的线路发生漏电 它会及时的跳开 这个蓝色的按钮会弹出来 空开跳了 蓝色的按钮跳了 这个时候 你如果送电的话 是送不上去的 你需要把蓝色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 做个Full 再往上推 如果漏电的现象没排除 它还会跳 那如果跳了以后 你发现 哎 蓝色的按钮没弹出来 这种现象 有可能下面的零火线 发生短路 或者是下面的 用电电器的电流 超了 超过这个32A 比如说多少A 多少A 超过了以后 它会单挑空开这一块 它会单挑空开这一块 呃 这个方法按钮 一般不会弹出来 像这些都不会弹出来 所以说漏宝和这些空开 是不一样的 这些没有漏电保护功能 呃 但是也有啊 维修现场遇到过 送上一送电 在下面不接任何电器的情况下 这个钮都会往外弹 啊 这是有的是漏电保护器坏了 就一送电 它啪弹出来了 这是电闸坏的现象也有 所以说给大家分享 这么一个小技巧吧 小常识 啊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一个看似奇怪的故障 客户说送上电以后 电机好时 屏幕一开就跳着 屏幕是220的电 电机可以转 怎么回事呢 先听听客户大哥怎么说 原来像我姐姐 这个这个坏了吧 嗯 我得一看这个玩意儿 嗯 你看这个东西 我接上了 接上以后吧 是一个坏的 这个这个 啊 这是原来的 原来的对 就是说这个砸坏了 对 你换上换上了这个以后 就是老实跳 嗯 对对对对吧 露点保护器 它这个设备 有220的电 需要零线 有零线的 有零线的 对 零线不对 你看这么一样 你的零换错了 啊 零换错了 没有 这种零你用不了 对的 嗯 这是露点保护器 这三项的露点保护器 这个我听了零线 不是走个零线的 我说零线必须走它 走上面它 必须走它 你这走不了 你这个零不对 这个零不对 这个这个电零不行 突然不行啊 因为它没有零线 你的这个流线 这个也没有零线呢 这是个空开 这是空开 这是个露宝 总的 你这黑眼睛也看出来了 这还没开始干活呢 这是 没有啊 刚弄来 这是露点保护器 它必须走零线 小心点 必须走零线 啊 那个是三个的 它没有零线 你走零线就好了 前面那种现象 在现实中遇到很多 你比如这个空开 你比如这个空开 三项进电 三项出线 然后接设备 接电机等等 零线 需要零线就走到旁路 走到零线排 后来换成漏宝 结果也换成了这种 三进 三出 像这种 它带没有零线的设备 或者是电机 是可以的 但你如果说 我需要接二板的电 这三个火线都用不了 它用不了 一用它就会跳 一用它就会跳 所以就需要换成这种 三根火线加一个零线 零线走路薄出来 三火一零 下面就可以接二板的电 当然有的师傅说 像这种电达三P加N的 我能不能说不用零线 就光接三项电设备 如果说 就接三项火线 零线不接 设备出现漏电 这种漏宝会不会跳 我个人认为会跳的 会跳 因为我遇到过这种现象 下面没有零线 设备电机一漏电 它也会跳 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 有啥不对的 或说的不妥的地方 请大家在评论期 给我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